看看新闻榜 每天露面的明星都相对的低调和神秘 当天秦海露以一身毛绒斑点套装现身 在寒冷的北京街头相当乍严 被记者问及春晚的三审情况 秦海露回答闪躲 直打马虎眼 但却始终满面堆笑 看来整个审查过程进行的相当顺利 海露姐怎么样 海露姐 海露姐比较热 什么节目 海露姐 唱歌 唱歌 跟谁搭呀你 为什么老婆 我不让我说 我真不让我说 谢谢 谢谢 这老师演的怎么样 不知道 效果怎么样 不知道 听不见 你跟谁搭的 一方人 挺冷的 你快回去吧 跟着别人跟着走的 据记者了解 秦海露此次将联手孙涛 方清平和王倩华 四人共同排演一个小品 故事将围绕着保安和农民宫展开 虽然秦海露不愿透露过多 但是稍后走出的王倩华明显信心十足 王老师 咱们什么节目 对啊 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行 还行 我们这个小品就是 孙涛 我们以孙涛为主 好像还有海露老师 是吧 还有 我们四个人 四个人 那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这得到时候今天晚上他们审完了 看看有什么好意见吧 有什么意见给我们 而赵本山的徒弟们也带着节目前来 并且充满信心地表示准能上 看起来效果不错 哎呀 马笑我捞好了 准能上了 哈哈哈哈 本山老师来了吗 来了来了 也在里边了